《瑪塔芳》第24章第48-51節 倘若那我勃心呂說我的主人必來得次 就動手打打你同伴右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在想不到的日子 只不知道的時辰那勃人的主人要來 重重的處自他 定偷和假無為善的人同聚 在那裡必要哀哭徹次了 好了 我相信在這兩天 兄姐妹你都會明白 原來我們侍奉的對象都有選擇 因為很簡單 因為我們只能看這段經文之後的下一章 第25章就告訴我們 神是自己作出這個篩選 不是我們去作出這個篩選 成為拜子的我們沒有資格將他變成墨子 因為神一定要去審判這些的拜子 就好像第25章裡面說的十同類 講到這些的博人按著五千兩 二千兩 一千兩去分配 亦甚至在第25章第31節之後 講主耶穌會將山羊和綿羊分開 然後神去審判山羊一樣 你會看到這不是我們的責任 這是神的權利去審判這些的山羊 因為如果我們看到是去到第25章 第31節就更加明顯了 因為原來我們就算我們將這些山羊 哄到口頭上去愛主的話 到主回來的時候 它都會以這些綿羊山羊 它們有沒有真正行善 還是假冒為善去分別 我們知道那些惰性 貪吃醉酒 找藉口自己不預備的人 他一定不會行善的 因為他絕對會錯過這些的機會 並且他不會作出各樣的這些部署 而事實上除了這一點之外 其實還有另一個智慧 是什麼智慧呢 因為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真的煮的話 我們搞不清楚 我們自己去侍奉的對象的話 我們是狼的 我們都要握住他 你知不知道 在真正煮的七年大災難當中的頭三年半呢 無論你 又或者甚至留在七年大災難當中的信徒 去這樣做的話 它是為自己製造多少間諜 我講的是那些你不斷哄著他 給他利益 他才稍作覺得神是真神是好 他信任你 我講這些人 他隨時一受迫伯的話 他第一個就出賣你了 所以我相信你會明白 原來一般人如果沒有這些智慧的話 在七年大災難當中 他不殉道也挺難的 當然我們知道殉道是一個榮譽 但是來自無知的情況下的死亡 差不多等同自殺的 所以你會看到主耶穌祂說到關於 我們侍奉祂的其中一個智慧 就是祂說得明白 我們不可以將真珠丟在珠面前 免得它踐踏了之後 它轉過來咬你 我們所做的一定是 全部以真理和主耶穌祂 所給我們的智慧做依歸 所以大家從一開始 我讀這段經文的時候 我講到就是 用這段經文給大家看出 這些人信仰的致命的地方 他們的死穴 就是原來這些人變成很機肇的人 這些人明明是尝過天恩的滋味 但是他們決定自己跌倒 並且變成一個蝕蚓人的話 聖經說這些人已經變成了拜子 明白嗎 就如我主日跟大家分享過 神教導我當足這些人是喪屍的 明白嗎 而實際上說好了 因為這些人在地獄的時候 甚至比喪屍還差 在永恆裏面 他們不是這樣死了就算 他們是永恆裏面 要面對神的審判哀哭徹子 所以我們要理解的就是 神祂真正的憐愛 是對這些真正可憐的人 就是這些從來沒聽過福音 因為他們的環境 因為他們的背景 他們是受壓抑 他們沒有辦法自由去接受福音 這些人我們去幫助他們 這些人在他們成長的時候 我們去扶植他 他們只要有願作的心的話 聖經說 神一定會祝福 神一定會英雲 而我們就成為甚麼 成為神的助手 是這些願意去跟從神的人 神會祝福的人 我們同樣地要祝福他 這些願意去接受福音的人 這些願意去聽到神的話語 有反應去結出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的果子人 保羅說我們要成為一個甚麼 災培者 責任就是做這件事 我們的責任仍然是那句 我們不是有責任 將一個敗子變成墨子 將一個惡僕變為善僕 我們根本絕對在信仰上 是被禁止去做這件事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跌倒的人 很喜歡漫馬 很喜歡逼人去照他們的意思行 如果不是就逼白人 那你就會看到很明顯 這些人一定是被撒旦控制 因為我們的神從來不會發出這樣的命令 神只會珍惜祂的人 而審判那些竊盼祂的人 而我們的責任就是 用我們僅有餘下的人生 去不斷殺種 不斷去栽種 去讓神的道種在好的森田 那裡去種出果效 如果這些道種殺在石地 我們沒有責任去做一個栽培和收割 如果這種殺在經濟 我們都沒有責任去栽培和收割 我們殺在好土的話 我們就要成為一個勞力的農夫 去讓祂種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 尤其是去到末世的時候 我們就更加要懂得擁有這樣的智慧 《馬太福音》第24章第48至51節 《倘若拉惡僕心女說,我的主人必來得慈》 就動手打他你和伴侶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時辰 那僕人的主人要來 重重重的處是他 定他和賈無為善的人一同醉 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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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調音 盛 prends 盛盛 盛盛! 盛盛盛盛盛盛 盛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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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 晴风一声气声 全为你谦真而重唱 不光有幻电 铁定这方向 晴风须月连日 全为你让曲我献上 尽我的心而为你 竭力在歌唱